好,先感謝張老大協助這一塊 那等一下要不要做這個 我就沒有貼滅菌貼紙 來,先把我們這十個放到我們的滅菌欄裡面 剛才也是大家協助之下 把這一塊都完成了 好,沒有關係,就放進去就好 那其實讓大家看一下練習室這個 其實這種實作課程 就可以看到大家的強項跟一些不足的地方 我覺得都是好事,喬一下就好 好,然後拿進去我們的殺菌服 我已經檢查過裡面水是夠的 而且剛才先預熱了一下 好,那先檢查排水 把它打開關起來 打開,關起來 為什麼呢,因為就知道它是在你控制的關閉狀態 檢查排氣法 排氣法,打開,關起來 好,然後把門關起來 把殺菌服的門 頂住 等一下,好,我講 就是它要往下走 它要往下走是這個方向 對對對 這我本來就會 但是我學長教我用手指比 幾乎沒有出錯過 所以 好,OK 一切檢查 來,檢查現在是不是設定一百二十一度C 是的 一百二十一度C 沒有錯 指針在這邊 檢查設定是不是滅菌十五分鐘 是,十五分鐘 沒錯 好,開始 打開,開關 好,OK,打開關 好,那理論上等一下等它滅菌就好 那我再補充一句 在秉級考試的時候 還有一段 你就聽我指揮喔 邊有一段 假設它沸騰了 秉級不會讓你真的操作 但我們真的 我們這邊真的讓你操作 秉級不會 因為秉級時間不夠 好,來 那麻煩我們同學 已經沸騰了 打開 你就說已經沸騰了 打開排氣法 排氣一段時間 將裡面的空氣趕出去 只有飽和蒸氣壓 純的飽和蒸氣壓 好,來,麻煩 打開 好,一段時間其實 我個人覺得要大概三十秒到一分鐘 查不到文獻 好,把它關回去 這時候呢 雪底上 它上面這邊空間 全部都會變成是那個 水蒸氣 它才能達到 一百二十一度C的壓力 壓力要 然後等一下 我們今天進行滅菌 滅完菌之後 會逼一聲 我們取出來 好,謝謝